流浪恶犬突袭女童死咬头部 视频记录惊险一幕 事件发生在圣伯纳廷诺县胜利古市 一名八岁女童正和哥哥子子散步 突然一只流浪狗跳出来 咬住女孩头部 拖拽住进入院子 当护主玛丽亚出门时 狗已经将小女孩 拖至邻居家车到另一边 并咬住她的腿 扯掉了小女孩的衣服 玛丽亚用扫帚挡住狗 将小女孩拉到身后 二人向前门走去 狗一直跟住二人到门口 并且还想试图扑向小女孩 玛丽亚设法将小女孩和自己 带进了屋子 小女孩头部流血 身体还有多处割伤和擦伤 目前该犬已被捕获 并被动物控制中心隔离